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日前透露出其对AI前景的乐观态度,其表示一年一度的GTC被称为AI界的超级碗。 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这场超级碗里,每个人都是赢家。 在3月下旬举办的GTC2025年度大会,黄仁勋最先也最想释放出的讯号与AI市场直接相关。 人工智慧真正进入全球公众视野,大约是在10年前。 在这10年光景里,人工智慧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 一开始是感知人工智慧,包括计算机视觉、语音辨识。 接着是过去5年,逐渐受到关注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在一个模态与另一个模态之间进行转换。 例如,文声图、图声文、文声影片。 黄仁勋表示,生成式人工智慧从根本上改变了运算的方式,从检索式运算模型转变为生成式运算模型。 此次GTC大会上,Agentic AI代理是AI成为回答频频提及的关键词。 黄仁勋对其进行了解释,Agentic AI从根本上说,是指具备自主性、agency的AI, 它能够感知和理解环境的上下文,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能进行推理,思考如何回答或解决问题,制定并执行计划,还能使用工具。 黄仁勋认为,Agentic AI的基础是推理。 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推理大模型的问世,曾一度另回答遭受资本市场的质疑。 今年2月,黄仁勋首次正面表达了对于DeepSeek问世将利好回答未来的信心。 在本次GTC大会上,黄仁勋再次对AI需求问题作出回应。 过去这一年,几乎整个世界在这方面都看走眼了。 AI的运算需求及其扩展定律其实更趋任性,甚至可以说是超加速。 由于Agentic AI推理的出现,如今人们所需的运算量比一年前的预期至少高出100倍。 这种判断如何得出? 答案藏在被回答视为人工智慧基本构成单元的Token身上。 黄仁勋表示,现在业界有了能逐步推理的AI,他利用Chain of Thought思维链,取多种解法理,最优和一致性检查等多种技术,一步一步地分解问题进行推理。 由此可以想见,AI所生成的Token数量会急剧增多。 那么,刚才提到的100倍具体意味着什么? 黄仁勋用数字给出解释,这也许是生成了100倍的Token数量。 又或者,模型本身更复杂,只生成10倍的Token,但若想让模型具备交互性、实时性,就要把运算速度再提高10倍。 这样一来,10倍的Token,10倍的速度,就相当于需要100倍的运算量。 因此,推理所需的运算量远超以往。 但是如果,AI运算需求持续成倍数级增长,挥达如何应对? 黄仁勋表示,挥达未来几年的路线图,大约保持一年一次的迭代节奏,就像诗中滴答一样稳定。 借助今年GTC大会,黄仁勋提前透露了一张涉及未来几年的晶片架构路线图, 将每年升级全战AI系统发表一条新产品线,2025年下半年推出Blackwell Ultra, 2026年下半年推出Rubin,2027年下半年推出Rubin Ultra, 预计2028年推出采用下一代HBM的Findman平台。 具体来看,挥达于去年3月就发表了AI晶片与超级运算平台Blackwell架构,并推出GB200晶片。 此次黄仁勋表示,目前Blackwell已经全面投产。 今年,Blackwell新一代晶片的正式名字为Blackwell Ultra。 据悉,Blackwell Ultra由台积电N4P工艺的Blackwell GPU加GraceCPU加更大容量的HBM封装而来。 挥达表示,Blackwell Ultra也是用于AI智慧体,以及用于训练机器人和汽车自动驾驶的物理AI。 此外,挥达公布了继Hopper Blackwell之后的下一代GPU架构Rubin, 其已在暗物质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天文学家Vaira Rubin命名, 以及Rubin Ultra的计划配置。 据悉,Rubin平台拥有全新的CPU和网络架构,效能将是Hopper的两倍, 且记忆体更大,将为AI应用提供更强大的支援。 Rubin Ultra系统由Rubin Ultra GPU和Vaira CPU组成。 Rubin Ultra由4块眼磨尺寸的GPU组成,拥有1T的HBM4E记忆体, FP4峰值推理能力,可达100PFLOPs。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黄仁勋还宣布了Rubin之后的下一代AI晶片架构FINEMAN。 该名称,源自对量子运算领域有着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所以,如此提前公布未来三年路线图的原因何在? 黄仁勋给出的解释是,现在要建的是AI工厂, 这需要多年规划。 这可不是买台笔电那么简单, 也不是一笔随心所欲的支出, 而是必须经过对土地、电力、资金、工程团队等各方面的长远计划。 黄仁勋在演讲中说道, 所以他们必须给出一个两年至三年的预告, 而不是等到某个月份突然说, 嘿,下个月又有一个超棒的新系统。 AI行业并非一个单点, 而是从技术到设施再到应用的一个立体面。 因此,作为AI行业走在前面的那一批, 挥达的故事只讲晶片还远远不够。 此次,黄仁勋从一些侧面传达出挥达在整个AI产业链的布局。 从上游技术层面来看, AI光、通信时代背景下, 资料中心规模持续扩大, 频宽容量与高速数据传输速率的需求明显增加。 CPU光电共封装Cole Packaged Optics 作为一种新型的光电子继承技术, 受到产业界众多头部企业关注。 此次,挥达正式发表席光子网络交换机Spectrum X和Quantum X 目的是推动AI工厂扩展到数百万GPU级别。 值得关注的是, 挥达的西光生态系统伙伴包括了台积电、 康宁、Browave、Coherent等知名公司。 AI工厂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新型数据中心, 必须采用全新的网络基础设施才能跟上它的发展步伐。 黄仁勋表示, 挥达将西光直接集成到交换机中, 打破了超大规模和企业网络的旧有限制, 为百万GPU、AI工厂打开大门。 据悉, 挥达的西光交换机创新地集成了光器件, 减少了4倍的雷射器数量。 与传统方法相比, 能源效率提高到3.5倍, 续耗完整性提高到63倍, 大规模组网可靠性提高到10倍, 部署速度提高到1.3倍。 在下游应用层面, 机器人赛道是当前人工智慧应用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 此次的GTC大会, 挥达发表了全球首个开源, 且完全可定制的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 ISAC GR00PN1, 并推出加速机器人开发的仿真框架。 其中, 挥达, Google DeepMind和迪士尼合作开发 新一代开源物理引擎, Newton, 旨在加速人形机器人学习与开发。 黄仁勋表示, 物理AI和机器人正在飞速发展, 可能会成为规模最大的产业。 一切的核心挑战, 跟之前类似的数据从哪来, 模型架构是什么, 以及如何做扩展, 在机器人领域, 同样需要能大量生成或获取数据, 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训练模型, 以及让AI越训越强的扩展性。 总体来看,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年GTC2025大会的表现, 可谓颇为惊人。 没有预备发言稿, 也没有提词器, 但黄仁勋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 可谓讯息量惊人, 诸如Blackwell,AI市场走向, 机器人,光电供封装, CPU新品。 这些备受业界关注的焦点, 挥达全面给出了最新官方回应。 显然, 临场发挥的黄仁勋必须做好半全准备, 把握好让全世界关注的方方面面, 不仅急需证明挥达本身, 更要证明, 挥达对AI的各种压注是正确无误的。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